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9月7号 礼拜三的第五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香港赛马会的大董选举 将会在明天正式举行 今届的选举就罕有地出现了8名的候选人 争夺7个董事席位的局面 这次的选举是会由200位的马会轮选会员投票选出 候选人之一 乡议局主席刘叶强就坦然 他今次的选情是告急的 而在上个礼拜 他就去信给即将卸任的马会董事局主席陈南六 他在信中就提到 马会董事局的现任副主席李子厚 较早前向轮选会员发信 推荐七名的候选人 而偏偏他就是未获推荐的 他形容事件是非比尋常 存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要求陈南六承诺全力支持 举行一个公平的大董选举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马会的大董选举 已经有很多年是不具竞争性的了 换言之 很多届都已经是出现了自动当选的情况 那这个的现象就可以理解 因为马会作为上流社会 那些蓝血人的小圈子聚角地 一个会所 搞什么选举可以的 大家协商了 今年由他做 下年又由哪一个做 轮来轮去 没有人搞局的 但是今届 乡议局主席刘叶强 就主动请英去参选 就变成了 又自动当选变成八选七了 而在这个局面下 马会的现任董事局副主席 李子厚就向200个轮选委员发信 推荐其中七名的候选人 即是原本大家谈好了那七个 就偏偏是没有刘叶强的份 那刘叶强就 在上个礼拜 用英文去信给这个马会的董事局主席 陈南鹿 抗议李子厚发出的这封推荐信 他认为 李子厚所用的信咸 是使用了马会董事会的信咸抬头 故此 李子厚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就变成了董事局期望的结果 而李子厚在刘叶强的董事提名 未曾结束之前 就已经用董事局副主席的名义 向轮选会员发信 推荐七名的候选人参选 当中有四名就是竞逐连任的 有三名就是新人来的 那刘叶强就认为 喂 李子厚这样做啊 对于马会章程和选举细则当中 所规定的既定选举程序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 是非比尋常的 是滥用权力的 哇 骂到人家趴在那儿 那刘叶强就批评了 喂 这个是董事公然违反 他避免利益冲突的职责 刘叶强还认为 李子厚那封的信咸 并没有提及到 已经收到了刘叶强他本人的提名 认为这封信的目的是要阻止他当选 并且是巩固 现届董事会所认可的候选人 刘叶强就促请陈南六 正式和明确撤回李子厚的这封信 而他就认为 马会董事局应该在选举之前 公平和清晰地介绍所有的候选人 或者是至少采取措施 协助的候选人 向200个轮选会员介绍自己 刘叶强就 鬼咬那么厚 就认为 喂 你不公平 那么我自己怎么看呢 第一 现在李子厚摆明 就是不想你刘叶强入局的 故此在一个推荐名单当中 就是没有你份 而你就是最后一个报名 说要参选的 很明显就是搞局 我没有说搞局是不对 搞得一个这样的选举 无论是马会也好 什么也好 你就要按照着规章 按照着程序来进行 纵然可能那帮上流社会的人士 或者是蓝血人 很不想见到刘叶强入局 但是既然间 你写了个章程下来的时候 你就要按照着这个章程来办事了 不能够按照着你个人的号户 来到去 对于某一个候选人 作出特别不公平的对待 尤其是我认为李子厚 他发出的那封信咸 用了马会董事会的信尖抬头 是有些偷鸡成分的 因为你作为现届的副主席 你有这样的优势 你用了现届的资源 来到去帮其他那些人助选 而包括李子厚自己本人 都会竞逐连任的 盛传他是会做下届的马会主席 那是不是有些不公平的成分 我认为是的 但是第二件事 李子厚他作为李希腎家族的第三代 是香港传统的名门望族 李希腎家族 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 已经发职 是战前的时期 而且人家的身家 整个家族也计算了 过千亿港元又特 那刘叶强是何时发职的呢 给人一般的感觉 就觉得他是靠抚音 那我们又看看法叔 法叔何时发职的呢 就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在乡以谷发职的 那你就辞过人一大截了 是不是 那身家就可能 旗鼓相当都不定的 可能李希腎家族多些 但是 你是一个这样的上流社会的小圈子 那个马会的董事会选举 你怎样能够是发得到遗呢 是不是 换转来说 为什么你能够在乡以谷那里做到主席呢 不少人都觉得你是 因为是太子的关系 是不是 就父存子 法叔传了给你 太子继位 之前都传过很多人是想 夺位的 是不是 出指都夺不了 大家都很给面 可能上边又出了手 我不知道 这些背后怎样 但是反正来说 这些是摆明小圈子选举来的 公开是没有人会够胆帮你这样说话的 帮你说话的时候 变相就得罪了其他那些大董 那些大妈嫂 那入德马会 那入德马会都是为了沽名钓鱼 为了联谊而已 不是为了斗气的嘛 那谁会舍得愿意这样做呢 好了 至于在今天的星岛日报 就有新的进展了 刘专业强在访问当中就坦然了 200个轮选会员当中 他只要接触到一半左右而已 而且主要都还是要靠邮寄的方式来到去联络 未能够逐个谈的 他就说自己是选情告急 那记者问他了 实际上你能够通到电话的轮选会员数目是多少啊 刘业强就没有 正面回应了 他就说20年都没有选过了 大董的选举 对上一次有差价的选举 已经是要数到2002年了 当年就是9选6的 他说难以估计自己的胜选 由于他自己未能够联系到太多的轮选会员 故此在最后的阶段 他主要就会集中接触那些 一直有联络开的轮选会员 相信他自己联络不上的会员 都大概知道他参选的消息了 希望大家要用自己的眼光来去投票 因为所有的轮选会员 都是社会的精英 有法官 有大长 有公职人员 有商家等等 社会精英就不代表要支持你 尤其有很多社会精英 都是唯威唯的而已 是不是 讲求人物 讲求关系 讲求公平的吗 真是好笑 你刘叶强自己都大概知道 上流社会的运作是怎样 讲公平的 真是好笑 那我就告诉他听 他说难以估计就帮自己挽回多少面子而已 我认为他机会就极为渺茫了 200个轮选会员当中 原来他能够接触到的 都是刚刚过一半左右而已 就是说马会他作为一个主办选举的机构 根本上就没有将200个轮选会员的个人资料 交给刘叶强 无论是电邮地址也好 邮寄的地址也好 没有给到你的 你根本上就不知道人家的地址在哪 不然你怎么会连寄信都记不到呢 我相信没有给他 是不是 如果有给他的 你200个轮选会员而已 印了那些信咸 签了名字 亲笔签名都是200封 那绝对是做得到的东西来的 他都说是 接触到超过一半左右 我相信就是马会为难他 不给别人的个人资料他 等他联络不上 反而来到讲 由于来之后 他作为延任的马会副主席 所以他就能够向所有的会员发信 这方面他就已经输虧了 那当然啦 正如刘叶强所说 200个轮选会员 我相信个个都知道你参选啦 因为你出来搞局嘛 报纸都登出来啦 上流社会那些风声传得很快而已嘛 讲是非 但是 为什么我认为你那个机会渺茫呢 就是如果人家本身已经是 觉得协商好了 你后来报名 走去搞局 那作为上流社会那些人 肯定就不喜欢搞局那些人 不会支持你走去搞局的 因为这个是小圈子的选举 小圈子就要维护小圈子的利益嘛 喂 给你这个人走来搞局成功的时候 那岂不是啊 是对于那些后来者作出了一个鼓励 就是说 说刘业强走来搞局呢 报名参选他都能赢啊 哇 那到时个个都走去搞局了啊 那谁给面这些小圈子 当中的小圈子呢 是不是啊 所以我认为呢 他的赢面是极低的 除非有奇迹出现啊 这样 好了 那刘业强还说 拉票呢 就是尽量来到去联络那些 联选会员的而已 但是都联络不了了 有别于乡议局选举 每个人都找到啊 他说呢 现在主要都是靠 邮寄方式联络的而已 他说如果能够 逐个逐个聊天的话呢 信心就会大一点 就是当面游说或者打电话 刘业强就认为 马会的社会地位高 影响力大 可能大家以前就没有去理的而已 相信很多香港市民 都不了解马会的内部 他认为呢 应该要增加更多的透明度 始终香港人呢 个个都有份的 社会大众就不了解马会 同意啊 其实刘业强只可以参选呢 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来的 至少他现在说出来的东西是对板的 你要增加他的透明度 那所以你就就是死了九成九咯 刘业强 人家怎么会让你进入去 增加透明度呢 他就是小圈子来的嘛 是不是先啦 那有些人就揣测了 喂第一次有乡事派走去选大董哦 是不是有人背后推动的呢 刘业强的回应就是说 全港市民都知道我喜欢跑马的了 个个都觉得他是适宜去帮手的 他认为现在都是时教的了 因为自己做了七年的乡议局主席 又在政府做过不同的岗位 有不同的经验 那这些人来说而已 对吧 你做其他那些岗位的经验 跟做这个马会大董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 他还说 看到马会希望在内地和大湾区发展 而他自己和政府的关系呢 也都帮到手的 以往有很多人大政协 现在就得分廖长江一个 本身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刘业强就说了 如果马会是想大力发展内地的话 那就更加呢 是要跟内地的关系好的人呢 来到去帮手 就是他自己本人啦 那他经常都说要发展大湾区 那个的赛马事业 那究竟怎么发展呢 刘业强又有说的 他说马会在内地发展呢 已经是有了多方面的经验了 例如检疫方面呢 就可以做到国际化 那内地的检疫制度呢 就未是全世界通行的 所以怎么都要经香港搞 香港呢 就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 而他又说 内地已经有不少的马场的了 部分呢 亦都是有办到竞赛的 就不是博彩 他说不敢说内地会何时呢 实行博彩的 因为一国两制底下 有两个特区才有这个形式而已 未来内地会不会出现 赛马博彩就要跟国策 我就告诉你一定不会 因为呢 就多只乡奴多只鬼 你这个省说要搞赛马的时候 那个省又说要搞赛马 就是说赌钱 那哪里分得云 到最后一定没得搞 因为呢 赛马就只是港澳两地搞就算了 即等同于赌场一样而已 香港那时田北俊 田少都说在大婴山搞的了 我认为他是高尖远足的 你一搞的时候 年年那些博彩税收益 是源源不尽的 但是后来搞不了了 是不是 田少那些建议 那现在又说在大陆搞什么博彩 我说是没得搞的 分装不云了 大哥到最后是 还有啊 大陆是一个怎样的制度 是不是先 香港作为一个相对 公开透明的地方 有时跑马那些马迷 稍微不顺意 都说那个拉马 那个是做马 更何况大陆那些 而我观察得到 大陆有些赛马 竞赛的片段 是放在YouTube上 给大家看的 他不是博彩的 没有博彩成分的 纯粹竞马的 我看完之后 真的眼睛都凸了 那些大陆跑马 就不是跑马的 是跑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出门的时候 拉着马不出门的又有 跑到半路钟头 突然之间快放 放到转弯入直路 散开的又有 转弯大波勾的又有 你不会控制马的吗 长长都有这样的情况 几乎是 然后呢 入到直路的时候 一路扮推骑 一路拉着马 做得很醜 大家上网自己看一下 有这些片子 你当笑话笑片 看就对了 到最后呢 每一场那个胜负距离 起码是六七个马位的 就确保得到 一二三个位置 是很明确的 那些根本上就是 没有监管的嘛 当然我不会批评他 他没有博彩成分 他自己与自己玩而已 但是 你要搞得 赛马博彩的时候 你就要具有公信力的机构 来去搞 一旦呢 经常被人觉得 你做马 拉马 这个机构都没有人行的 谁在增金白银 摆钱下去 跟你赌钱呢 原来是假的 被你在背后有操控的 所以在大陆 哪里可以搞呢 人为的因素是 太过严重的 到最后 大家相信的不是人 是制度嘛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